香港繁送中持續延燒 週二香港機場再次集滿抗議群眾 十三間醫院醫護人員也進座抗議 香港女孩重彈畫面曝光 戳破央視親共媒體推出污蔑女孩的假新聞 時代力量在拋震撼彈 立委洪慈庸跟進林長左宣布退黨 中南部喉雨狂炸等夜 造成多處淹水 氣象局表示短時強降雨的危機 可能持續到週日 更新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雅在晚間 8點新聞